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尤福 我们来看一下十二生肖的下周整体运势 下周是国立的4月10号到4月16号 那十二生肖我们要分成四组来做个说明 首先第一组猪兔羊 猪兔羊不错喔 猪兔羊是抢得先机脱颖而出 这个先机包括工作事业钱财感情都算 抢得先机当然你就赢了 我给了四个赞的评语 其实第二组是狐马狗 狐马狗钱花刀口物操所值 就是你用钱的态度 用得对你就觉得值钱 就觉得物操所值 所以给了三个赞的评语 再来就是舌机牛 舌机牛你要小心一点 在下个礼拜听举中库物在坚持 中库人家的话通常都是不太好听的 你还是要听一下 我只给了一个赞的评语 最后猴鼠龙 猴鼠龙不错喔 在下个礼拜表现优秀 成绩亮眼 这包括你的绩效啦 业绩啦 每项都很不错 那当然好啊 五个赞的评语 恭喜恭喜 再下去呢 12生肖有三个生肖 在下个礼拜运气特别好的 首先第一个 钱财最旺 钱财最旺是属老鼠的朋友 恭喜你 其实事业最强 事业最强是属羊的朋友 恭喜你 再下去桃花最虹 桃花最虹是属猴的朋友 请你好好把握下个礼拜机会 那在下一周呢 是刚好在我们的24节期里面 是清明到古语之间 那在我们的民俗祭祀里面 有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叫处局 处局就是已经比较是早期了 古兽的一种习俗 就是最早的足球嘛 早期呢 在我们的老祖先呢 他们就用皮做一个足球 里面放棉花 互相踢来踢去 这就是我们现在和后来足球的起源 但是在早期我们的先民 就是在玩这个处局 其实第二件事情 吃发高 象征发财高升 英明就是现在清明节之后了 我们通常会吃发贵发贵 发贵就是什么 换嘛 所以这象征性很好 吃了升官发财 如果没有发贵呢 没有关系 而且蛋糕也好 蛋糕也是坏 吃起来在这段时间呢 恭喜你升官发财 再来去呢 民俗祭祀的第三件事情 端午节之前冬被不可收 因为现在天气渐渐暖和了 很多人讲天气暖和了 那冬天棉被先收起来吧 把它放在储藏室里面 换个夏天的棉被 还不行还不行 我们明天俗语就告诉你 在端午节之前呢 天气还没有稳定 忽冷忽热 或者忽情忽语 你还是冬被暂时放着 还不要收起来 这是我们的民俗 以上是十二生肖 下周的整体运事跟民俗祭祀 谢谢各位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